我们现在来介绍对数率 对数率的话呢 很多人说其实只有三条 那么我再加上了多一条的话呢 的目的是说 因为这第一条的话呢 它意义也很重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第一条 对数率说 底的话呢 是A 这个1的话呢 指的叫做帧数 这叫做底 帧数的话呢 如果是1的话 我们一律会等于0 然后这个地方有特别的介绍 我们的对数log的话的底啊 绝对都不可以为负的 负的就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 它一定要大于0 还有一个 这个底的话呢 绝对不可能是1 因为1的话呢 1的任何四方 它都是1 它的话呢 也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的话呢 要注意的是log 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条件 那么我们来介绍的话呢 很常用的第二条 第二条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log 两个相乘 我们可以把它拉开来 变成两个相加 那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证明 给同学看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啊 第二题 我们这个log的话呢 是这样说的 假设A 我来我们设 大A叫做什么呢 叫做A的X次方 那么大B叫做 A的Y次方 好 那我们看看左边是什么样子啊 来 我们来看看左 左式的话呢 是等于logAB 这是A是做底的 A大A乘大B是什么呢 是A的两个相乘 变成底数相同 指数相加 所以左边就是 直接就写一个 X加Y了 好 我们再来看右边 右边的话呢 logAA是什么 这就是X logAB B就是A的Y次方 直接写Y 我们就简单的说明了 这个地方是等于右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证明了第二个算式 我们记得了 两个相乘 可以拉开来变两个相加 那么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它是相除的 一样的想法 我们可以分开来变成两个相减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只是把它改成减的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 证明是非常的容易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第四个 第四个这个 这是最常用的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个 要熟练这个公式 这公式的话呢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说的话呢 对数里面的话呢 这边是有一个次方的话呢 我们相当于可以把它 扔到前面去 把它R的话呢 丢到前面去 那么我们证明给各位同学 看一看 来我们来看看第四个的证明 第四个的话呢 我们看看左边是什么 Log A 来我们的话呢 就这么说了 Log A为底 A的R次方 我们还是继续用 用它的这个 A的R次方 它本身就是A的X 右R次方 就是X乘R 那么我们看看左边的话呢 非常轻易的就直接写出答案来 X的R次方的话呢 那就是XR 好 那我们看看 右边呢 右边的话呢 是 R log A 那么等于什么呢 这个 A的话呢 是A的X次方 我们就直接写的是 R乘上X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说明了 第四条所说的 次方可以扔到前面去 那这个公式 如果说这三个公式 如果能够灵活的运用 那么我们对于 我们的对数的部分的话呢 在运算的过程 就会觉得非常的容易的 谢谢大家